首先要说明 在真实的三国历史上 草船借鉴并非诸葛亮所为 甚至并没发生在赤壁之战时 真实的草船借鉴爆发于公元213年 孙权与曹操的卢须之战 当时孙权与曹操数十万大军在卢须对峙 久攻不下的孙权 亲自坐船靠近曹军水寨看虚实 然后就被曹军一顿万箭齐发 大船几乎被射成刺猬 幸好在孙权冷静指挥下 总算有惊无险脱身 还白捞了一船舰回来 是为三国演艺小说里草船借鉴原型 不过即使参考真实的历史史料 依然有不少三国迷 剔射了半天剑的曹操连呼可惜 既然你已知道对面孙权亲自来了 东吴的座船又牢固无比 为什么不干脆射火箭呢 倘若能把孙权的大船一把火点了 一代枭雄孙权葬身熊熊烈火 三国皈依的进程 岂不是在你有生之年就实现了 事实上 只要参考下三国时代 当时火箭的制作方法 就可知曹操的无奈 想在那个时刻发射火箭烧孙权 那真是个技术难题 三国时代的火箭 还不是火药发明后的火药剑 而是以麻布将艾草与油脂绑在箭杆上 点燃后发射出去 那为何当时曹操不用 关键就因火箭的原材料问题 油脂 别看在现代生活里 油脂早是不可缺的生活日用品 但放在提炼技术落后的三国年间 油脂却很金贵 当时的油脂 主要是动物油脂 要以水煮法来提取 基本是费心劳力 才能提取出一丁点 当然东汉市也有了植物油 还有初步的榨油技术 三国战场上用的油脂 也包括有麻油之类的植物油 但毕竟技术还很粗 产量也有限 典型的高成本装备 只有在战争关键时刻才用 比如三国战争里 几次关于使用油脂的记载 各个都是关键时刻 赤壁之战孙权火哨曹操舰队 就是用高油灌器中的火船发起冲锋 西境灭无战役里 也是用灌有麻油的火柜放火 一下烧开东污的江边铁链 放火箭的次数更是少 比如诸葛亮攻曹卫陈仓的战役 曹卫守军也是在关键时刻释放火箭 烧断诸葛亮云梯 才叫诸葛亮这次撞至满怀的北伐 在烈火中无功而返 如此金贵 火箭的制作成本当然也非常高 所以当时各支部队都不会拥有太多火箭 而比这成本问题更抓狂的 则是当时油脂的性能问题 看过上面几条战力就会发现 火箭在三国时代大显身手 经常是在陆地攻坚战上 放在更需要火攻的水战战场 比如赤壁大战 或是西境灭无战争时 交战双方却很少释放火箭 都是直接灌油脂烧 因为当时油脂的燃烧性能 也是非常有限 拜三国时不成熟的炸油提炼技术所赐 当时的油脂 燃烧力度还非常不足 以此为材料制出的火箭 放在陆地战场上还有杀伤力 到了水气湿润的江面上 特别是碰到大雾等天气 经常是还没命中目标就熄火 比如在卢须之战的江面上 倘若曹操真用金贵的火箭 傻乎乎朝着孙权开火 基本就是败家行为了 而且就是这燃烧有限的油脂 在三国年间时 也无法长期存放 都是战场有需要了 临时紧急制造 一旦存放时间过长 基本就是点不着 因此当时的战争里 军队很少提早储备火箭 都是在战争期间紧急赶制 所以说碰上卢须之战时 遭遇孙权的突发情况 就算曹操宁可败家也要烧孙权 火箭恐怕一时也找不着 说到底 不是曹操不想烧 而是三国时代的军工技术水准 真心做不到 值得一提的是 直到隋唐时期 中国古代植物油的提炼技术更成熟 油脂的性能更强成本更低 这种火箭启发烧船的战争场面 才成为战场常态 唐朝的军用火箭 已经变成在建筑上悬挂油葫芦 由强弩发射出去 这样的新型火箭自然不用担心会在水面上熄灭 著名的中日白江水战上装备这种火箭的大唐舰队 朝着数倍淤己的日本舰队火箭启发 一口气将数万日军烧煤 打出大唐称雄东北亚的天威 带到火药用于战场后 改由火药助推的火箭 成了水陆战场上的新黑马 火油葫芦逐渐淡出 制作发射更简便的火药舰 帮助南宋痛击了京军舰队 又在明清年间演变出不同类型 大小支架喷筒战车发射的火箭 屡屡打出古代战争的大场面 比如万历朝鲜战场上 明军在平壤漏辽海等海陆战役上 多次以奄奄掌天的火箭射杀的场面 把日本人征服世界的美梦烧成灰 想在草船借鉴的条件下用火箭 至少也得等这些火箭问世才靠谱 军工技术的进步 从古至今都是国家强大的动力 哪怕一支简单的火箭 就足以证明古代中国人 代代精进的钻研智慧